大家好,又到了开箱时间 我从朋友那里顺来了四盒月饼 分别是百度、阿里、腾讯以及网易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开看 到底互联网月饼哪家强 第一个开的是百度的月饼 盒子大概有这么大 这么宽吧 科幻为主题的吧 用手机百度来拍照 会出现一个AR之旅 月饼一共是六块 上面有这个应该是百度熊吧 有个第二层,刀叉 这个是北京传统的兔儿爷 看起来像是一个花盆 有一包种子 一些营养土 我现在把这块月饼放在这里 点一下 扫头中,你看加载出来了 开启探月之旅 颜面,点一下 这个场景 他们已经到了月球上面 嫦娥姐姐和玉兔 你们好 我们是小杜和杜凶 这是百度中秋礼盒 送给你们 真么牛逼 谢谢你们的礼物 祝地球的朋友们 中秋快乐 然后这是可以 大出一个洞 可以塑化 这个还是有专门制作的外形 还挺可爱的 觉得他的脸做得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你看这个中间凹进去了 那我们来把熊头切开 这是抹茶红豆馅 整个口感 像摻了抹茶的绿豆糕 大香生的出品还挺稳定的 这一款月饼 如果以五分为满分的话 整体的颜值应该可以拿到三分 在有趣程度上呢 可以拿到四分 造型上呢 这些独特的地方 那个AR的小有性 市面上比较少见的 味道上呢 三分吧 我觉得实用性上 倒是可以给四分 毕竟你有一个盆栽 整个礼包想要程度呢 三个星 这款是传说 每年都会遭到轰抢的阿里月饼 沉倒是挺沉的 大概就这么大 就这么长这么宽吧 那打开呢 再把厚厚的书 我刚才很重的 都是因为放了这个是吧 是一个相框吧 木头相框 共有六块 后每一块呢 都是用插画的表现 然后配上了一句文案 然后这有一本 是笔记本 首页有一个货郎图 杭州货郎图 后面有一些宠物 比如说天猫 高德 飞猪 就有一个像扣环一样的 贴在手机后面的 就这样吧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货郎图的主角 很像马云爸爸 你看马云爸爸 在传贤的双眼 拿着一个淘宝 在这里卖货 充满了很多不可描述的东西 这个月饼也是有字体标识的 也是定制的 乳酪柠檬 蛋黄莲 黄金酥脆 金沙奶黄 一坨黑的是 减糖抹茶 这个有点丑 这个是混进来的吧 啊 兄弟你不是这堆月饼里面的吧 蛋黄豆沙 好 那我们来试吃这款 乳酪柠檬吧 切开 跟刚才那一款应该是做法是一样的 应该叫陶山皮式吧 你看里面夹这种 像这种皮 嗯 酸倒是不酸了 柠檬可能主要是柠檬香精 那这款月饼呢 就是从颜值上来讲呢 我觉得是可以拿到四分的 从它的这些设计啊 包括就是外观等等 的话呢 马云爸爸在这里呢 可以加一分 有趣程度呢 觉得一分吧 因为实在是 没有什么太有趣的点啊 按照这款来看的话呢 味道呢 顶多给两分 不能再多了 从实用性来讲呢 也是两分 想要程度上大概是 也是两分吧 腾讯的 一个多手臂这么长 一个手臂这么高吧 大概就这样吧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中式的窗户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窗户呢 看到一轮明月蓝色 来作为夜空的背景 好看 这么大一盒装了什么呀 大家看这个好像是送了茶具 古典诗词中的桂花 是跟中秋月亮有关的 所以称桂花为月桂 那我们应该看过这个介绍之后 就知道这些飘的这些 应该不是繁星是桂花 这企鹅还做出了盈亏的 你看从一只完整的企鹅 到有点残缺的企鹅 到半生不随的企鹅 完全虚化的企鹅 登登登登 哇 像是那种青花瓷的茶具是吧 好大一个茶碗 这就是完成题了 桂花赏月磕茶 完成题 广州酒家集团就像的月饼 这里是没有印的企鹅在上面的 可能是老板觉得企鹅被切开不太好 我们来试这款 今年比较火的流星奶黄 大家看到没有 切出来会有流星 软软的像芝士状 有点像在吃乳沙包 从颜值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套呢是可以毫无意义的拿满分的 五分 简单 但是又有一些意境 有趣性应该是三分 不攻不过吧 味道 味道是四分 实用性肯定也是五分了 这套茶具呢又美 它又好用 想象程度是五分 腾讯果然是稳 最后一盒这个是网易 也就是猪场的月饼 猪场的月饼呢 非常大盒 这个大盒已经是超出我手臂这么长这么宽了 你看 也没有这个 网易严选的黑凤梨体脂肠 猪场非常贴心啊 知道你吃月饼之后肯定会胖 那大家吃完之后好好称一下 锦月宴月饼礼盒 网易游戏和网易严选 联合出品的八块月饼四种口味 分别是流星奶黄口味 流星巧克力口味 台式卤肉口味 台式卤肉还能做成月饼啊 哇 他们写的好的生活 没那么贵 看起来有点神秘感 有点像塔罗牌的图案 这下面还有东西啊 这下面还藏了一盒 是一个陶瓷的盘子 开箱器 盘子还挺好看的 应该是银河吧 这个给插不给刀是什么丝罗 很像一个什么红色按钮 越带中耳感 拆的时候呢 就已经闻到了浓浓的卤肉饭的味道 红色的皮 像脸柔 很怪啊 试一下 好奇怪 这什么呀 好奇怪 受不了了 好难吃 不吃了 从整个颜值上来讲呢 我觉得是可以拿到五分的 算是比较好看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碟子 这套餐具 有些加分吧 勉強给它五分吧 然后趣味性来讲呢 两分 并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味道呢 如果是以这个来评分的话呢 味道只能给一分 不要吃这个 扔掉吧 其中性四分 至少有个体脂肾可以看一看 还有这个餐具呢 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没有刀扣分 想要程度三分吧 那我们已经吃完了四款月饼 综合的评分之后呢 第一名的是 这款腾讯出品的月饼 这个味道也是比较好吃 我只是剩下一小块了 综合得分的是4.2分 好 排名第二呢 是这一款百度的月饼 它的综合得分呢 是3.4分 排名第三呢 是网易的这款 综合得分是3.2分 然后最后的一名呢 是阿里的 一个 被切了支离破碎 连吃都没有吃完的 这款奇怪的月饼 它的得分呢 只有2.2分 OK 好 那这一期的互流网月饼 试吃开箱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祝大家 中秋快乐 喜欢我节目的观众呢 麻烦点一下 右上角的推荐 多发弹幕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再见